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的民国人物是蒋梦林 2018年11月初 我和几位好友去了昆明市区的云南师藩大学 进门的时候 门卫问得很细 听说我们是艺术学院的 集体来参观新南联合大学的遗址 便挥手放行了 在栅栏室的时候呢 我们请了一位漂亮的女学生 志愿者 为我们讲解 她说的大多都是我们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往事 是怎么把国民党而弄于鼓掌之间一类 不过现场看去 纪念碑还有很多遗物 映然不少 联大精神 清晰可见 印象最深的是进院时候有三座雕像 半身像 是联大的三位联合校长 分别为南开张柏林 清华梅一旗 还有北大的蒋梦林 在北京大学历史上 蒋梦林是任期最长的校长 代理和再任时间长达17年 蔡元培先生自称 我据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 十年有半 而实际在校办事 不过五年有半 是啊 即使在校 统筹全校行政事务 营养是他的学生蒋梦林 蒋呢 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 三度行使校长职权 他提出的学校管理方针是 教授自学 学生求知 职员自私 校长自校 平时 蒋梦林自许为三子 就是以孔子做人 以老子出事 以鬼子办事 这里的鬼子最初 我以为是鬼谷子 其实不是 他指的是养鬼子 就是科学物实的精神 在蔡安培先生之后呢 是胡适 是他的同门 博士哥们 胡适呢 为北大服务 但是具体的好多事情 仍然都是蒋梦林来做 胡说他是有魄力 又有担当 自己拜学校 是无论如何 也比不过他的 话说 1950年 12月27日 傅斯年 在台湾举行的 北京大学 成立52周年大会上 发表演说 说着说着 是这么说的 孟林先生学问 不如杰敏先生 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我的学问 比不上四肢先生 但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 这两位先生的办事 真是不敢恭维 蒋梦林在台下 听的是哈哈大笑 等傅斯年 手下台时 他就上去了教路说 孟真 你这话说得对极了 所以 他们两位 是北大的工臣 我们两个人 不过是北大的工狗 1886年1月20日 蒋梦林 生育浙江渝瑶的蒋春 原名蒋梦雄 是蒋家的三儿子 说起来也很怪 蒋父 有大儿子时 梦见了一束兰花 取名 梦兰 有二儿子时 梦见了桃子 取名 梦桃 有了这个老三十 梦到了一只熊 飞熊 露梦 故取名为 梦熊 这个呢 跟江泽雅 有点像 蒋家的主上 做过宋朝的御史 包括朱熙这些人 都给他们 蒋家做过这种 写过文章 提过 提过贬什么的 算是 四熙的这种书香门第 他们家的家训 很有意思 十二个字 叫四物 物欺心 物腹主 物求田 物问舍 物欺心呢 就是不要有欺诈之心 办事要按照 卢家的规矩来办 物腹主呢 就是头脑要清楚 心中有圣贤主张 人品 重于能力 物求田呢 是指心存天下 不要做一个田舍翁 就满足了 买多少多少地 物问舍呢 是指心想国家大事 不要追求 生活的这种豪舍 到了祖父 蒋冰润 的时候呢 白手起家 在上海开了钱庄 他曾总结说 吾以勤俭起家 扩充先业 今知不畏天所幼 一日而辈 免成五字 五水死游生也 大意思说 挣点钱不算什么 勤奉而已 我还是希望 子孙的辈 在学问上 能够 继承主业 蒋冯林的父亲呢 结过了这个摊着 他不跑上海 在那盯着 整天 留在老家 不消停 干嘛呢 鼓斗羊腕影 什么盖羊楼 自己设计 早日来盖 还行 总算没倒 设计轮船 结果设计一回 才一回 设计一回 才一回 后来明白人就说 你这不行 西洋的蒸汽机 厉害多了 他呢 就去参观学习 一看 大小了念头 他说不行 这洋人的本事 确实大 我得叫几个孩子 把这本事学到手 蒙林后来总结 他说他童年呢 三件事儿 一个是读诗书 第二听故事 第三 观察大自然 那时候男孩子 都是五六岁 进诗书 他也一样 只不过他实在不喜欢 曾经逃学回家 还跟家里说 发誓要杀先生 烧诗书 也就说说而已 有年秋天 蔡元培辞了 汉林院编修的官职 回到老家绍兴 任中西学堂监督 就是校长 蒋蒙林始终记得 当时见到的情景 那天的浩月当空 学堂花亭里 嘉宾会集 一个三十多事 身材矮小的一个男子 举杯大声的说 康有为 梁启超 变法不彻底 哼 至于我 等等的 他众人大笑 鱼打芭蕉一般 说到激烈之处 他又说 我蔡元培可不这样 除非你推翻满清 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1899年 蒋凤林呢 全家迁往了上海 人家有千庄呢 他进了天主教学校读英文 不久呢 闹义和团 又回老家了 后来过了几年呢 他考进了 浙江高等学堂 结果呢 又闹学潮 他呢 被列落了黑名单 没办法 就把梦雄改成了梦林 啊 就是这个麒麟 总比这个雄要好一点吧 后来呢 考上了上海南洋工学 在那里呢 他如极四可 学习英文啊 科学 最牛的是 十八岁的时候 你说他这边学着洋玩样 他回老家一考 嘿 考上了秀才 啊 明国有几个这样的人物 都非常了不起 按照惯例呢 应该孝敬老四一百大洋 但是 那个时候 家里也不带富裕 啊 就讨价还价一样 只给了人家五十大洋 一九零八年 一九零八年 蒋梦林 啊 考上了工费 赴美留学 上船之前 他跑去理发店 捡辫子 他说 当时坐在椅子上 有点上断头台的感觉 就是 咔嚓两声 辫子捡断 我的脑袋 好像也随着剪刀 落了地一样 结果到了美国 学了十年 十年了 蒋梦林呢 先是在加州大学 学习农业 后来转为教育学 毕业之后 去了哥伦比亚大学 跟了一位老师 叫杜威 攻读教育和哲学专业 并在1917年3月 获得了博士学位 说起来 中国当时好多有名的人 尤其是搞哲学 都是这杜老头的学生 这位是实用主义的奠基人 比如最有名的胡四 最得意的陶兴之 其实还有一位人 我提一下 叫陶贺琴 是中国幼儿教育的开拓者 当时回国后 任国立幼稚司法学校校长 还发起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 和陶兴之一起 创办了幼稚教育杂志 这是那个领域的先行者吧 蒋蒙林呢 也是亲授弟子 他对实用主义呢 总记得杜维教授这样 说的一句话 一件事情若过于注重使用 就反而不切使用 这搞哲学的他很辩证 这赶紧吧 学成回国以后 他就在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 担任编辑 新教育杂志印主编 介绍西方的教育思想 当时他觉得 中国社会当务之急有三 一 改良起居 二 修筑道路和发展实业 三 奖励并推进学术 1916年 陈独秀在北大当文学院长 蒋蒙林也在 他俩呢 政见不同 处得还不错 因为都是前清的秀才 当时那个秀才呢 有两种 一种是老一点的 叫烤拔骨的秀才 叫拔骨秀才 后来废掉拔骨以后 叫策论 叫策论秀才 貌似 前者更牛一点 所以 有一回陈独秀问他 说你这个秀才什么秀才呀 他说我策论秀才 陈就说 你这个秀才不值钱 我可是拔骨秀才 蒋呢 就给他做了个一 说实敬实敬 您是前辈老先生 还得跟您多学习 蒋蒙林觉得呢 陈独秀为人很爽 待人也很好 这一点很对他的脾气 他说我们俩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参加宴会的时候 一坐下来 我们就吃冷盘 什么第一道第二道 一顿吃 等到好菜上来的时候 我们都吃饱了 所以他们都说 我俩是急性的 话说有一天呢 蒋接到警察厅 一个朋友电话 说我们要做你的朋友了 你赶紧通知他一声 找点跑吧 不然大家都不方便 蒋蒙林就赶紧 和一个学生 就跑到陈独秀住的地方 让他赶紧走 由那个李大钊 陪着他 坐着一辆罗车 从小路 跑到了天津 为什么要李大钊去陪呢 因为李是河北人 会说当地话 道路也熟 其实还有一点 因为这二位 是中国共产党的 联合创始人 他们逃到了 山中一个古庙 李大钊还特意 骚了个信 就讲 说业绩以人静 清灯如豆 1918年秋天 毛泽东带着 23个湖南青年进京 组织 到法国清宫剪学的事 到了以后呢 他把这些人都安排到了 北大藏心店保定 等留法的预备班 他自己却想不好 因为他不想去法国留学 大学读书呢 也不太好近 他呢一向推崇自学 可是的糊口啊 也不能老住在老岳父家里 吃闲饭 蒋蒙后来在晚年 一篇谈中国新闻运动里 回忆 他是这么说的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 当书记 书记 就是书记员 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 有一天 李首长 就是李大钊 跑到校长室来说 这个小伙子没有饭吃怎么办 我说 为什么不让他 依旧办合作社呢 李说不行 都破了惨 我说 那图书馆 有没有什么事 给他个职位好了 他说图书馆 倒是可以给他 一个书记的职位 于是 我就拿起笔 写了个条子 就是任命 毛泽东为图书馆的书记员 月薪17月 武士运动爆发 蔡元培 焦头浪额 请慈北大校长 各界纷纷挽留 他呢 勉强答应留任 却常以犯卫定位为由 请小老乡 蒋 孟林 做自己的代理人 有一回呢 蒋正 陪着杜威 在上海访问 结果呢 北大学生会派张国焘 和段锡鹏 跑去 说你 我们非常欢迎你 你赶紧回去吧 他们呢 就一起坐火车 回到了北大 蒋 蒋 蒋 刚到北大的时候呢 好多人认为 他是江苏教育会 还原培的人 担心南方人呢 野心太大 而对他 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但是呢 蒋很会做人 很低调 他在这个教子宫会议上就说 我只是蔡先生派来 代恩印子的 一切拥有各位主持 是啊 都以安抚为主 两个月以后呢 蔡元培返回北大 蒋孟林专任教务中长 协助他进行体制改革 成立平议会 总览了校务工作 他曾经说 有人说北京大学 好比梁山伯 我说那么 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 一无所长 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在19年7月 蒋孟林曾经 对学生发表 继续演讲 肯定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但是也表达了对罢客的忧虑 他说 现在青年做救国运动 今天反对这个 明天反对那个 忙得不得了 真是可怜年年压针线 为他人补破衣裳 这终究不是根本办法 我们真要救国 就得先谋文化之争计 好 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